台湾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 海洋孕育滋养着海岛 也造就了台湾的渔业奇迹 因为大海的辽阔 让人们以为 海洋资源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全球80%的经济鱼种 已经被过度捕捞 曾经丰沛的各大鱼场 已经不复往日荣景 太平洋于是成了 各国渔船争夺的最后渔场 差不多十年了吧 差不多十年了 哦 增加多了 你们不觉得吗 渔船越来越多了 捕捞实力惊人的台湾 在提供全球60% 鲍鱼来源的中西太平洋 拥有1700艘渔船 数量占该区之冠 无论是挂着台湾旗帜 还是由台湾人跨国投资的 大型远洋船队 在太平洋称雄 让台湾成为不容小觑的 渔业强权 高科技破坏性的捕捞技术 含越来越多大型渔船的出现 已经让许多台湾小渔民 面临捕不到鱼的窘境 2009年台湾一向引以为傲的远洋鱼货量 创下20年新低 10几年前抓鱼好抓又多 有时20天就进港了 今天很坏的 今天特爱富豪 我不知不太逃 10年前还好 像10年以后的比较不好 太平洋那边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包括印度洋也是一样 台湾拥有33万渔业从业人口 小琉球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渔村之一 过去有九成的居民 世世代代以捕鱼为业 海洋资源日益减少 许多渔民已经不愿意出海 曾经繁荣的渔村 正面临消失的命运 捕鱼辛苦吧 我15岁就捕鱼了 不到50几岁 大部分我们小琉球 大部分10个有9个捕鱼 根据世界自然保育联盟估计 中西太平洋的主要四种鲍鱼中 大木鲍 黄鲍鲍 长鲍鲍 已经被列入 冰鲍物种红皮书中 如果持续捕捞 将会有绝种危机 年轻的鱼比较好 鱼比较好 鱼比较好 现在数量少了 不像以前了 现在拦抓了 以前的船少了 鱼肉量就多了 现在船那么多了 拦抓就要处理9点 鱼肉量才会够 小型远洋鱼船 平均一次捕捞四五十顿 相比之下 大型围网鱼船 一次可以围出60个足球场大小 网的深度相当于 三座摩天轮高 一次就可以轻易捞起 小型船的五十倍 最多可以在三千顿 而一年的捕捞量 足够让十五万人 吃上一整年 他所有人都在关心台 在看海鸟 海鸟里面 下一个就是鱼 用鱼器的 升纳 升纳 鱼器的碳 碳移情 延伸到你没有 没有升纳那个机器 没有升纳机器 你就没办法 只要去看你的运气 还是看这个潮流 围网鱼船 除了捕捞量大之外 也常常使用一种 叫做人工急馭气的捕鱼工具 人工急鱼器在海中制造阴影 吸引渔群聚集 渔船在下网将大鱼小鱼一网打尽 连鲸鱼鲨鱼海龟海豚海鸟都无一幸免 造成生态的失衡 鲍鱼从源头就被赶尽杀绝 回游回来的数量已经不复往日 而这样的危机正冲击着岛上渔民 大部分渔民自年少出海 大半辈子都在海上渡过 捕鱼是他们最骄傲的技能 大自然养育上万渔家 渔民对海洋充满感谢与敬畏 然而因为资源崩溃 这一代小渔民的故事 似乎就要画下句点 著名的东港黑尾鱼记 十年前的捕获量可达上万尾 拍卖时万头钻洞 有鱼饭形容当时只见人头不见鱼头 如今黑尾记捕获量 只剩寥寥数百尾 渔民也在问 海里的鱼到底去了哪 像黑尾鱼啊 前几年都一天抓了几百尾 一年抓了一千多 现在就没有了 慢慢抓比较长 借小价钱不会拉高 今年的黑尾记 我们一天只看见四尾 市场门可罗雀 他们来不及 时间来不及长大 所以鱼的数量就越来越少 像现在黄秦伟也是很少 就过度捕捞啊 一定的啊 蛤 有了很小的鱼 想不到这么小的鱼就被抓起来了 没有的话我们 我们这个黑尾记 不知道还能不能维持 海洋发出的警讯 以及陶海人的心声 政府真的听见了吗 政府要保护他 记得最多要保护他 决心要保护他 下一代的海水才有海岛 还没有长大 你都会抓到空空啊 给他下一代的海水 要那个机会就掉了 要想长一点 总共一天如果不得了 你才能不能拉